我们今次继续讲《轻松德性》的第九点 就是讲到充满圣灵的果子 因为《轻松德性》里面是讲到 第一就是活在神的爱 供应和计划 一起讲一下神 活在神的爱 供应和计划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爱 还有神的供应 当我们听神的话 先求的国同余 这一切都交给我们 还有神的计划 在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奇妙计划 其实你想一下 一个小朋友的分享 你看到神在他身上有没有计划 有啊 神已经在他身上做工 在他妈妈身上有没有计划 有啊 他一来立刻会这样经历 比起来有这么大的改变 这个计划就是将来你这么大给神用 我是听到你见证 我觉得神一定大大使用你 也都过你每一个我都会这样说 神会很大大使用你 那我都讲一讲 我们中间有一个人 他又经历释放 又见到天堂的门口 下一次我们就可能请他分享 其实神做工是很奇妙的 我们有一位这么好的神 我们就真的走在神的路 我们一起说 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不要离开神的路 走到人 首先是神的爱 一旦都说我们被爱的 然后接着处理生命了 生命中所有各种问题都处理 因为烦恼啊 猛烦怒嘈啊 激气啊 想不好的东西全部都是破坏性的 罪啊全部都是破坏性的 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发挥生命 而发挥生命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圣灵的果子了 就是整个生命充满圣灵的果子 那我今次讲的这些 虽然不是加拿太书所讲的圣灵果子 但是这些都是圣灵带来的 它是那个果效来的 那以后第十点呢 就是怎样去发挥生命 好了 首先我们读一读上面 绿色的那些字 神里面的安全感 不容易受伤害 在神里面呢 我们有圣灵的果子 还有平稳安静 不容易受伤害 有时呢 真的很多人很容易受伤害 所以唱歌都有句什么呢 有个什么呢 受容易受伤的女人 就是很容易受伤 别人说的笑话受伤 人对他不好受伤 这个很自然的 普通人都是这样的 不过呢 在耶稣里面呢 可以勇敢 女性都可以很勇敢 就是说 他虽然说我 我真的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 整天都平稳安静 我们一起读 希腊来书十三周六节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树 主是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这个经文体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诗篇118篇第六节 有些人说帮助我的 我必不惧怕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就是把这个意思 quot 即是选用出来的 quote出来的 为什么有安全感呢 因为有神帮助我 我就不怕了 人能把我怎么样 他可以做什么呢 因为没有神的准备 他不能够做任何东西 他不能够伤害我 就算他伤害我身体 他不能够伤害我灵魂 所以人就整天都平稳安静 人做什么也不要紧要 当你平稳安静 你就不容易受人的伤害了 诗篇118篇第二节 我的心平稳安静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他母亲的遗伤 我的心在我里面 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晋余就不是断过奶 就是他已经大了 但是你可以想象 有一天他有一些不开心的东西 然后妈妈抱着他 现在妈妈试着抱着他 抱着他 你就挨着妈妈 你的感觉觉得怎么样 觉得舒服的 在母亲的怀中就是舒服 我们在神的怀中都是这样的 我们学习和神有这种关系 你不要只是知识上知道神 而是可以享受神 正如我们吃东西 你们终于吃东西 终于睡觉 是神给人可以吃东西 可以睡觉 可以开心 可以笑 终于笑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享受 神给我们今生的享受 天堂的享受 更加大 大很多盘 所以我们经常有神 是时时可以亲近神的 所以我这首这个英文 在我来讲很喜欢 你都听我唱很多次 你可以跟着我唱 看着眼睛放松 我的心心为安静 好将断过你的孩子 在他无亲的怀众 我的心心为安静 在神里面你就可以说了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耶稣爱我都永远 我又耶稣真有福 我的心平稳安静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可以平稳安静 很轻松 很舒服 不受灵的影响 有什么发生 天跌下来 当被感 无所谓 有神 这种果子 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多不多这样的人 其实在神里面才有 这种平稳安静 不受人的影响 很有安全感 就算失去的人 就算人怎么看 有什么所谓 不要紧要 因为神看重我就可以了 这种安全感 我希望大家 整天活在这种安全感里面 那你说 哎呦我没有 怎么办 你多些亲人神 多些想耶稣 那些烦恼放下 不用想那么多 烦恼想到没有益处的 就是日日享受神 譬如你睡不着 或者半夜醒了 睡不着 或者这些就是祈祷 你看看我就是怎样 因为想着 Hallelujah 耶稣 放松 耶稣真好啊 你可以播 我那些敬拜师 我那些敬拜师 因为我那些就是 很轻松的 我的心 平稳安静 就是 在神里面 平稳安静 你很容易睡着觉 那你现在要开开眼睛 那你现在要睡着觉 那这个时候呢 里面有安全感 这个果子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想侍奉神 很重要 有圣灵的果子 也都有安全感 不容易受伤害 一起读哈 怜悯恩慈 謙虚 温柔忍 哥罗西书三章十年节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灵蒙外的人 就要全怜悯 恩慈 謙虚 温柔不忍耐心 那这些呢 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 不过就不是加勒太书 不将列出来的 有些是 有些不是 都是讲到一个 圣灵蒙外的人 它里面可以生出什么果子 这个是神生出来的 人生不了的 会有怜悯人的心 恩慈 就是kindness 就是对人是仁慈的 是对人好的 謙虚的 是温和的 有忍耐的心的 好了 廉文 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 经常说 我喜爱怜恕 不起爱祭祀 这句话 意思你们 者去全摩 我来本不是照义人 乃是照罪人 耶稣就是 他喜欢怜恕 这个怜恕是指神怜恕人 因为人怜恕人 我喜爱怜恕 不起爱祭祀 他对比两个东西 祭祀 神会不会祭祀 神不会做的 所以他对比人的作为 因为是神的作为 人的作为 即是祭祀 即是献上礼物 是好的 其实是好的 这个不起爱 不是指他真的不喜欢 而是指他更加喜爱 另一样东西 喜爱你连述 多过喜爱你奉献 当然奉献也是很重要的 好了 这个讲到就是 耶稣来到照义人 就是见到人 就想联敏 很感谢神 神给了我很多机会 联敏人 因为我放这些影片上网 我最近有些什么人 比我 加拿大的人 澳洲的人 其实以往有中东的人 有马来西亚 最近有马来西亚 即是不同的地方 都有人找我 去帮助他们 为他们祈祷 你都可以的 其实你的见证 刚刚你说的见证 你喜欢可以再拿一次 或者你用了我们那个 放上 开一个YouTube 我教你放上YouTube 但又会有很多人回应你的 但又会有很多人回应 也有些是会喜欢 但有些会不喜欢 不紧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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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回应他们 帮助他们 因为你发觉 你可以影响很多人 我其实帮很多人 我是 地上看不到什么益处 我又不是收到什么利益 我又不是为了利益 但我心里很开心 很满足 神给我这个心 我见到人就想连述 其实有很多人找我 有时打给我 有时看到影片 有谁介绍 有些人都问我 譬如 其中这位姊妹 就是我们曾经来过的 一位姊妹 她就发信息 我周时都收到信息 有个姊妹 被困扰 很难搞 你可不可以有时间帮她 其实我时时都收到这些讯息 在我来说 就是说 要做到一件事 但是 我又说 我能够祝福到人 是好的 所以我又很甘心里 我直接回答她 可以 叫她来 这样也很奇妙 看到她的改变 其实我很奇妙 我见到很多人的改变 有些快有些慢 我又无所谓 我有耐性 只要你的耐性力 我会继续去帮助 那这个就是连述 即见到人 就想帮 这个是神生出来的 我不是生出来这样的人 是神将我改变 如果你没有连述的心 你帮人的时候 可以是什么原因 有些人很容易接过 就是要我的小组 多些人 我的教会多些人 这个不是错 不过如果他只是想多些人 他没有连述的心 人看不到的 人会看到的 那我在大围的教会 我分了这个完全 我是荣耀神 我不是荣耀自己 那他有两个 一个牧师 一个传道 那个传道 他见到我 他说我记得你 他说在几年之前 他曾经参加 我一次要聚会 就是一次要活 他说我很深刻印象 我说你什么深刻印象 他说我觉得你真的有一种 很维护的心 很怜悯的心 很怜悯的心 就是一次的祈祷 他就觉得 我关心他 这样的情况 其实不是我本身 我说这个分享 我不是说我自己 我又是神三 出这种的圣迹 我希望大家听到都说 我有机会祝福人是好的 我有机会 怜悯人是好的 你和隔壁都说 我有机会祝福人是好的 我见到人有机会 我去帮他是好的 你相信你能够帮到人吗 是一定可以的 一定可以 如果你有这个心 你有这个生命 你愿意跟我们服侍 你可以 那个短书群组 我们周时出去 我们整天都是帮人 我们在这里 星期二四点钟 将来会转到星期一 在九月开始 我们都是会为人祈祷 我们都是祝福的 有些人是过客 只是来一来 但我又不要紧 因为我只是祝福人 我就是做神要我做的事 当你祝福人越多 你就会发觉 咦 你都可以给神用的 你和教律说 你都可以给神用的 你都可以给神用的 你信不信 你可以的 OK 就是这个怜悯的心 如果侍奉的是没有怜悯的心 你求耶稣 耶稣给我怜悯 那你怎样生出怜悯呢 就想一下自己 怎样给神联悯 如果你没有神 会怎样有 如果你没有神 你今天会是怎样有 那你就说 神你这样联悯我 我就去联悯人 就是好像 圣经里面讲到 一个比喻 讲到一个主人 有个仆人欠他 十万两银子 哇 十万两银子 很多钱 他根本永远都还不完 但是 那个主人 免了他的债 但是他走去 有个人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捉了人坐牢 这个人就没有怜悯的心 没有遥恕的心 但求神帮助我们 见到人就想祝福 这种心态 其实我的困难 很多时候来说是say no 其实我不应该say no 不过有时候 有些情况 有些人是 他们是一个正确的心态 或者他们 总之在困难里面 我都要学 我是要学去怎样 或者帮助有些人 真的要悔慨的心 正视自己的罪的心 我的倾向是会 欢容多的 是祝福多的 我经常是这样的 神给我这个圣情 我都求主帮大家 心里面就是 见到人就想祝福了 怎样怜悯人呢 我们一起读 接纳人都必有困难 我需要 这是第一 怎样会怜悯人 就是每个都有困难 每个都有需要 不是每个人都行 每个都有困难 第二 相信我们必有地方 可以祝福人 一定有些地方可以帮他 第三 对人一起读 对人微笑 为人讨告 善待人 帮助人 这些都是人可以做到的 对人有笑容 为人祈祷 善待他 对他好 帮助他 有第四 全福音帮助灵命 推动福兴 全福音帮助灵命 帮助灵命 将这种福兴带到更多的地方 就是联敏 联敏 很多地方 其实我们在香港 是很容易去宣教的 很近 周围都是 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去的 是给我们很大操练的机会 这先姐妹说到那个地方 这么多这些有象的势力 我们都求神为我们开路 可以去那里 兼顾那里的教会 让那里的教会 可以影响当地的人 我相信那里一定有很多邪力 好了 那下一个圣经就是 谦卑 真言十八章十二节 敗坏之先 一起读 敗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辞 必有谦卑 这个人骄傲 就一定会敗坏 当人只是看重人 怎样看他 看重人 要怎样尊敬他 高举他 他是会敗坏的 当他看重人 怎样看他 而不是看重神 如果我们看重神 怎样看我们 即是说 主要神怎样看我 在神面前 谦卑这个人 一定会神会提升的 在我们侍奉的时候 很容易 尤其当圣灵的能力 临在 很容易会骄傲 很容易会觉得 哇 其他那么厉害 很容易会觉得骄傲 但是 神提过我 好几次 如果我骄傲 神给我一个很简单的意念 你一路侍奉 一路建造 在耶稣的根基上建造 你一路建造 一路拆位 有没有人建屋 起下又拆下 起下又拆下 没有的 如果侍奉的时候 你一路建造 一路骄傲 即是叫白做 所以神就教我 每一次当人经历圣灵的时候 心里面 先别说 哇 很厉害 神给我很大的能力 不要想到自己 而是说 神很厉害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是全然说 不是我配的 我不配 有时候我都会说 神在我身上的工作 和神如何使用我祝福人 但我说神 我耿宝家 不是我够好 我是告诉人 神很好 你都可以得到 神的祝福 而且最重要 我心想什么 我可以说好都可以 我可以说到很谦卑 但我里面不谦卑都可以 有时候有人说 里面很谦卑 就是态度好像很谦卑 但里面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但是我们就是神了 帮助我们 心里面真的 整天都说 我是无有的 我都是软弱 我都是犯过很多罪 这个的而且一个 我自己都是犯了很多罪 但是耶稣赏灭我 耶稣给我的机会 我能够侍奉是恩典来的 我是很感谢神 我有一天侍奉主 都是恩典 我就感谢神 我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心 好了 那牵卑包括必记方面 一起读 首先在神面前 牵卑自己 就是跟神的关系来生 I'm nothing 我是没有东西的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 我在你面前 没有东西可夸 我有什么才干都是神给的 不值得夸耀的 但有时有些人 的确我们见过有些人 真是很羞慕 我曾经见过有些人 很羞慕 他夸耀他所做的 说话的态度 都是很羞慕的 那其实 他好像觉得自己 好像 我比人厉害 但其实 为什么会有人想 别人觉得他厉害呢 就是因为他自卑 他就很想别人 赞他说他怎么厉害 所以一个人 真的有健康的形象 当他听到称赞的时候 不会心花怒放 有时有些人都会称赞我 多谢我 我的心很快 我就会 放手 多谢耶稣 耶稣的恩兴 你跟着耶稣 感谢耶稣的工作 你听耶稣说 我很快去 这个神提醒我 不要留在 你帮到人 这样的时候 你不是觉得自己好 而是神那么好 在神的关系 第二 不为自己的才能 成就而骄傲 就算你有什么才能 骄傲 有什么才能 有什么恩慈 其实这些都是神给你 都是 什么都要过去 真的什么都要过去 你多好都要过去 但是你牵卑得神就保守你 很多人 到我现在 差不多六十五岁 那些手指就关自然 我感谢神了 我现在的弹琴又 又又会进步 晚禁又不用戴 老花眼睛也不用戴 这个是神给我的 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不是我佩德的 我在神面前 更加要数算神的恩典 可不可以这样一起说 我在神面前 更加要数算神的恩典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 整张所有东西都给我 我是赤身而来 是不是 我们个个都是 赤身而来 赤身而去 这个世界什么都带不走 没有东西 只能夸遗 如果夸遗 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下一点 不轻看软弱或有罪的人 不轻看软弱或有罪的人 就是有人软弱 其实不出奇 其实我经常都 那些人找我都是软弱 那我听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欣赏他 我欣赏他 多谢你放心告诉我听 那我听完之后 我不会说 哇你这么软弱 因为我都软弱过 所以我听完之后 我就说 神会帮到你的 一定帮到你 一定可以帮助 有很多人 不可以的你 不知道行不行 一定行 神一定帮你的 软弱的人通常 人容易接受一点 为什麽呢 因为他很软 很软弱 好像 哎呦 好惨啊 你帮我吧 我好辛苦啊 他很软弱 但是有罪的人呢 难受一点 因为他骄傲啊 你能不能怜悯 有罪的人呢 骄傲的人 你依然怜悯他 因为他其实是骄傲 他是因为他自卑 因为他没有 所以他想夸大 是更难帮的 他人来到你那里 帮啊我 那你容易一点 但是他因为 我什麽都可以 反而难帮的 但是你因为神的缘故 你都愿意谦卑去帮他 可能用的时间更长 但是照样 有机会你就帮他 我不是叫你专注去帮他 那些骄傲的人 而是你碰到那些骄傲的人 你依然求神 给你聪明智慧 怎麽去帮他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种 谦卑的服侍的方式 谦卑服侍 有罪的 都不要因为有罪的人 而排斥他 保罗都说到的 他说当有人悔过的时候 你就要恕他 免得他沉沦 因为你不断地要恕他 他会沉沦的 有人犯了罪有认错 你就接纳他 我是在一段时间之前 知道一个很有能力 很出名的牧师 他犯了很大的罪 那时候 没有什么人会去找他 我去找他 我去找他 和他祈祷好几次 我也都不会去质疑他 我只是更加告诉他 神的恩免神的爱 当然我也会告诉他 真的要真心悔改 但是 其实他以前 他是很有 就是他总是帮很多人 他也曾经帮助过我 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 我不会说 抵你了 看看你 搞成这样 然后我就会说 不要紧 人人都可以跌倒 真的人人都可以跌倒 在某个情况 你都会跌倒 所以有人跌倒 不要觉得那么出奇 不要觉得那么难接受 这个就是谦卑服侍 任何几软弱或者干压 骄傲的人 然后就是谦卑服侍神的人 就是先不轻看 然后就去谦卑服侍他 这就是一个谦虚的心态 我曾经认出 一些基督徒 在同一间教会出 好几个都骄傲 有时我想 会不会有些群体 他们的骄傲态度 好像成为一种习惯 我亦都认识了一些基督徒 很喜欢夸耀他怎么能力 就是他会说 我们有神的一年 我们有世上的智慧聪明 我们有世上的财富 做得能力 那其实呢 就是说这种骄傲 可以成为一种风气 求主帮我们 跟人说一句的时候 不要说 我们很厉害 我们祈祷很厉害 不要这样说 是说神很厉害 一起说 是神很厉害 神可以使用你的 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 这就是谦卑力 几方面 第一 跟神的关系 第二 不要因为自己的财能 第三 看人的时候 不要只看他的不好 几不好的人 都有他的好的地方 都依然给他的机会 祝福他 他虽然对你不好 你都依然是祝福他的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谦卑地服侍人 和服侍神 好了 信福 希望来书13章17节 你们依从哪些 引导你们的 且要信服 比特前宣 一起说 你们年幼的 也要信服年长的 就算你们众人 也要以谦卑促腰 给此信服 因为神阻挡 驕慕的人 刺恩及天卑的人 其实我今次讲到 这些生命的问题 生命的果子 上一次讲过 生命的果子 这些都是比我们的 侍奉更重要 就是有人可以做 很多事工 但是生命不好呢 是可以说白做 也有个见证是好不好 其实生命 和侍奉的果子 哪有重要一点 如果你两样 选只能选一样 你选哪一样呢 生命 你有生命 你自然就会有 侍奉的果子 如果只是有 侍奉的果子 没有生命会怎样呢 会叛倒人 和神会不起愿 神会不喜欢 甚至有些人 可能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神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马帝福音七章 一到二三节 那里讲到 为什么有些人 传到奉耶稣 赶鬼 行二林 为什么他可以耶稣 不认识呢 可能因为他骄傲 他觉得自己聰明 有些人会觉得 我 我 祈祷比你 我祈祷比周围的人 我祈祷比周围的人 我们教会比所有其他人 当人一有这个心 其实有危险性 所以我希望大家 时时保持这个心 但是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 你又不要批负他 求神给你聪明智慧 怎么帮助他 但是有时 人可以夸耀他的教会 夸耀他的能力 那这个呢 就会变成一个问题 那其中一个是 顺服 顺服呢 正确是讲到 很清楚讲到 顺服的 亦都同时讲 彼此顺服的 在这里有讲 希依陀所书有讲的 我稍后才讲到 这个彼此顺服 就是讲到 依从哪些引渡你们的 者要信服 这个信服呢 其实当人信服 掌权的信服 目仰你的人 意思呢 不是说他好像 他是你的主人 你是他的奴隶那种的信服 而是当他按照神的说话 引渡你的时候 你就跟从他 他的带领 在一个群体里面 他的带领的时候 你就信服他 你就信服教会 带领你 如何去服侍 让教会能够合一 但不是说 其实是两方面的 弟兄姊妹应该信服 这个领袖 但圣经有讲到 不要核制群羊 即是 在上呢 就不可以要求 你一定要怎么样 我讲什么 你一定要做 你不做的时候 你就是不信服 这个就变成了核制 即是他应该用一个引渡 我们一起向这个方向 我们伏事主 我们同心合意 好吗 那些顶部应该同心合意 就是说 你要听话 你不听话 你要受处分 这个变成了一种核制 不是一个圣经的模式 如果有人用这种方式 那你又不要批判 你不要去批判 但我意思是 如果你引渡的时候 你不是每个人掀着他的耳朵 你要听话 而是你引渡他 我 首先领导的要整个讲 我是要信服神的 我要听了神的话 神叫我做什么 我要做完 我不是好像我做华士 即有时人会变成他华士 即他将信服变成我华士 你听了我话 那这个不是圣经所讲的信服 因为下面那里有讲到 给予钱信服的 那就是说 若他是信服神 以至整个群体 都一起信服神 这个就是目的 而他信服 他的不是为了 好像这个目者有他的权 能够好像控制那些人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 这个我们一定要分清 是为了神的荣耀 为了祝福人的 也都讲到 顺服年长的 即不单止是顺服目仰的人 有些引导你们的人 也都顺服年长的人 我们的长辈 我们也都顺服他 时时要谦卑促腰 但是跟着说 彼此顺服 那彼此顺服 那彼此顺服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教友顺服目者 目者都顺服教友 那为什么彼此 如何顺服呢 就是当他看到教友的需要的时候 他都会顺服他们的需要去回应他们 即不是说 你就跟我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听我说 但只是我要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这样的时候 变成利用了 那这个呢 就将圣经曲解了 即有时有些人将这个信服 曲解了 好像在上 核制 因为圣经很明显讲到 不要核制 以及变成利用 他应该是引导全群去跟从神 但是呢 这个信服也都包括 discipline 即是教会的管教 都是需要的 教会管教是什么呢 譬如有人来到教会 专是勾引而胜的 或者是偷钱的 或者是讲一些不好的说话的 或者是讲闲话的 都是不可以接纳的 在教会里面 譬如他小祖 整天都讲哪个闲话 甚至 或者讲牧者的闲话 哪个教会的闲话 这个 讲闲话的人 是一定要处理的 这个处理都是要顺服的 因为按照圣经的方法 他应该顺服这个教会的处理 这个就是 他有这个权并的 但这个权并不是滥用的 即是不是他任他 他说我要你做什么 就做什么的 而是他是用神的方法 引导人去跟从神的 比典信服就是说 他不是说了事 他也会聆听周围的人的声音 另一处讲到比典信服在哪里呢 是以乎所说 讲到夫妻 丈夫你要爱妻子 好像基督外教会 而妻子信服 但也都讲到彼此信服的 那这个彼此信服 即是说讲到夫妻 有些人用到夫妻 就是怎么样呢 丈夫说什么 妻子一定要做 你今天洗地 你不想做什么 你不想用多少钱 那种呢 就不是爱教会 就是好像基督外教会那种的爱 就是核制了 就是被核制了 就是有些人误解 就是说 做夫说什么 就完全做什么 那妻子的心应该是信服的 但是他不是变成了核制 就是不像你是奴隶 我说你做什么 你就要完全做什么 你完全没有你的自我 你没有你的意见 那这个不是圣经的模式 圣经模式是彼此信服的 那所以说到信服的时候 我们都要明白 双方面的真理 那明白的时候 但是你又不要批判 因为的而且有人 濫用了这个东西 因为我见过不同的教会 我见过有人 是濫用了这个东西 那濫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神都一样使用那个教会 不过神会有一天追讨这个人 他濫用这个权柄 神会追讨的 他也会一定有他的不好的后果 但这个不好的后果都是不好 但我们就不要批判那个牧师 他有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不要批判他 那这个 就是求神给你们聪明智慧 如何去处理 但是我们学习一种 信服的心 就是我们愿意 有时候有些事情 我们不是很想做的 当教会或者领导 鼓励你去做一样的时候 你说为了合一的缘故 为了信服的缘故 我会这样做 为了爱神 我们一起去做一样东西 譬如说牧师说 我们明天一起去公園全福音 我不喜欢公園全福音 我喜欢朋友全福音 不过你为了信服 好吧 跟他一起去 因为这件事不是错的 但当他控制你 是另一件事 即是当他带领你一齐服侍的时候 这件事是我们应当信服的 好了 另一件事就是 侍服的人很重要 一起读 愿意付出 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服侍的时候 不要求自己得到的益处 《歌语》前书十三章四节 《爱是恒久忍耐有恩词》 《爱是不质道》 《爱是不自夸》 《爱是不自夸》 《不张确》 《不做爱生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而化路》 《不计算人的恶》 《在马帝十章八节》 最后读 你会白白的得泪 也要白白的舍去 侍奉的人 如果求自己益处 就会怎样呢 譬如小组 只是想人去他的小组 有时会不择手段 将人由人的小组 拉到自己的小组 也有些人不择手段 由别的教会 将人的人拉到自己的教会 你觉得神会喜欢呢 神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们在事梦的时候 不要将人从一个教会 拉到别的教会 就是我们不去抢羊 去偷羊 是 神有时感动人 去不同的教会 神可以做这件事 那些人可以这样做 但是作为领导 不可以去叫人去这样做 当他叫人这样做的时候 他就是抢羊 就是为了自己的益处 这种心态 白白得来 白白舍去 当神见到神 神会怎样呢 白白得来 白白舍去 神会见到怎样呢 神会开心的 当你不计较自己 不求自己益处 你帮人的时候 当你做一件事 有益处 不错的 你不错 譬如你服事主 人家给你港元费 人家给你一些州居马费 有没有错 不错的 不错的 那是否没有承招 我会想起大 也不知道 是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 就是有没有我都帮 是人我都帮 我就是想祝福人 不是算我得到什么益处 这种心 其实难不难呢 当人的心在神里 是不难的 当人的心 整天想着 我有什么好处 我做这么多 喂 怎样 有什么好处 这样的时候 他就会有问题 所以这件事 是一样我们 真的每一个人 都需要学习 去 在这个生命上 我们再讲一次 今次讲了几个人 第一 就是 很有安全感 人家说我不要紧 損失不要紧 我平稳安静 不是自卑的 是很有信心的 被人伤害 都不要紧 当然要处理的 但是 不会好像 很苦很惨 因为有神爱我 不紧要的 人不接洛我不紧要的 不死得的 因为神接洛我才是最紧要的 还有 整天都是怜悯人的 有 见到人就想祝福 你可不可以 这个星期见到人就祝福 我们做门道的训练 一会儿做这个门道的训练 我希望这个星期你就去做 找些人去怜悯 回来分享 这个就会鼓励人了 在你教会都可以分享 你怎样帮一个人 怎样怜悯人 神就使用你了 还有呢 有个谦卑的心 在神面前 谦卑 有自己的财干 不会因为他而骄傲 也都不会轻看任何的软弱的人 或者骄傲的人 或者有罪的人 而是很谦卑服侍他们 也都愿意信服 不求自己的抑制 这些都是生命的质素 那我想讲一讲 最后讲一讲 怎样有这种质素呢 就是用心灵的祈祷 神赐个灵 所以拜祂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祂 我过了一年之后 我是参与他聚会的服侍者之一 那服侍者就有机会和他一起吃饭 吃饭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丈夫跟他讲 这个就是阿根廷的安卡罗 报导家 他是一个生意的人 但他愿意服侍主 他愿意周围去报导 安藏很多人 就是有一个丈夫 请他为一个太太祈祷 他的太太祈祷 就是他眼里有一些 不知道有些什么伤了之类 当安卡罗一按手在他的太太身上 是我永不忘记一幕 那个女人哭到 我口都挖了 感动到是不得了 在那一阵 我自己也即时很感动 我一直哭 我都没看到周围发生什么事 我就觉得好像整场都在哭 他身上带着他很怜悯 安卡罗真是 他的心里面是充满这种怜悯 他是一个报导家 他去领日聚会 我去过好几次 我发觉每一次他都有一个特色 他会有多少人 他会留在那儿 他会逐个逐个祈祷 他会有时去这间房 又去另一间房 我接过一次聚会 在一个公开的地方 一个球场之内 他会有很多人在那儿 有些人都走 他会一直为这些人祈祷 有些人留下 他就为他祈祷 他很有耐性 他是有这种怜悯的心 当时我问他几个问题 我问他 你怎么祈祷 他就说怜悯 你恩公的锁词是什么 他说怜悯 什么都问他 都是怜悯 我说 祈祷怎么祈祷 都是怜悯 都是怜悯 有怜悯的心 就是他心里面充满怜悯 神可以 我们怎么可以跟神相通 就是心灵成神 整个灵和神相通 这个是圣灵充满的琐事 你的祈祷 当你用的灵 就是整个人的灵魂 耶稣你真的有灵魂 祈祷是很不同的 这个是需要时间学习的 我是经过一段长的时间 当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后 我每天祈祷 我就留意到圣灵临在的能力 和身体的遥动 和震动 我就发觉我一用灵祈祷 我心灵祈祷 立即那个能力就加强 我就用这个方法 就每一天这样做 做了一下呢 我就拿到那个方法 但是从头我记得 很多时候我在聚会 我试试怎么做怎么做 我发觉有时候看不到 但是现在我是随时做得到的 其实这件事是可以学回来的 那么分开呢 就是什么呢 首先这个魂 就包括三样是什么 思想 意志 感情 就是因为 所有人都有这个魂的魂作 就是有思想 意志 感情 那思想包括什么呢 就是我们思想的想法 的信念 怎样整个思想去敬拜神 就是整个思想 认同圣经所说的 圣神是最好的 然后意志就是我决意跟从神 和建立强烈的感情 一想到神就喜欢 我整天都想到神就喜欢 什么我都想到神的 就算这个魂 这些金属是神做的 所以有金属 这些木是神做的 所以有木 我们有手指弓 我又感谢神 如果没有手指弓 你使用手指弓 很难搞的 我们的鼻向下不是向上的 下雨的时候 流汗的时候 水不会流下去的 我又感谢神 我们有眼盖 可以闭上眼去睡觉 我们的眼睛有很多肌肉 控制可以微笑 可以表达感情 可以变人 很多很多 这个眼睛的表情 有时候这个眼神 看着人的手 在圣经里面 我记得 彼得否认耶稣三次 耶稣转过来看他 你以为他是什么眼神 你以为他是挖他 你以为是柔和的一眼 我觉得他是慈悲的 一看他 彼得就会哭 他挖他 他不会哭 一看他就会哭 所以我想到神 我很喜欢神 我想到神 我那时候会流眼泪 我一想到神 神你真是好 我很喜欢神 在我亲近神的时候 我经常亲近 就是喜欢神 其实世界上 有没有人像神那样好 没有的 当你的心中意神 你就很容易被圣灵充满 我希望大家都学到 中意神 还有灵比较难些 那我就在cp103 我找到 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清重他的圣明 就是凡在我里面的 也要清重他的圣明 那我就告诉别人 因为很多人 比较难些做这个 我就说你试试呼喬 由个心呼喬出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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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个心涌出来 那你大家做一做一做 你不用要叫的 在我心涌出呢 一发出呢 一发出 一发出向神的爱呢 或者想着神的灵涌入来呢 我即时里面就涌流起来 和能力 全身 我现在即时感觉 能力经过我全身 是可以 我们学习 操练 可以学习 当你这样的时候呢 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是强的 真的 是很明显的 是我以前没有的 是你都可以有的 你跟隔壁说 你都可以有的 有的 小妹妹你都可以有的 小妹妹你都可以有的 Hallelujah 我想问你 耶稣在天上 在耶稣的世上的时候 他多不多做 他要预备 将来 你想想 我们很多人侍奉 几十年 耶稣侍奉多少年 三年 三年 你想想 如果你侍奉三年 只是三年的时间 然后你就要回天堂了 那你三年做到什么呢 好笑 但耶稣要三年之内预备好 以至将来教会 就会永远存留在地上 你想想 多少事情要做呢 耶稣有没有因此而担心 或者有压力 没有啊 如果侍奉中有大压力 就需要调教心态和方式 为什么有压力呢 因为要求自己 其实我们不用要求自己 耶稣这么好我就去做 不是要求自己做到什么 不是要求人对我怎么样 就是我今生乐要做 不用给自己压力 施奉一受 有压力就已经是错的 当然人总会有一些压力 不会完全没有 但是如果你经常都是 我要做多些 我要做好些 我要人怎么欣赏我 那你就会有压力 耶稣没有压力 天堂会不会有担心啊 神在天堂会不会担心啊 不会啊 神多不多做啊 很多 他每日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每日每日都要照顾 还有很多人听话 他忙不忙啊 但是他有没有担心啊 他在天堂会不会懵怂怒怒怒 真的会不会啊 神真的这么好啊 神一定会祝福的 当你父耶稣骗 看耶稣的犹息 怎样呢 你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耶稣说 我的骗是容易 我的淡子是轻散 福射主是容易的 我以前曾经很辛苦过 但是我现在知道 你越放下自己就越容易 你越担住就越辛苦 越辛苦呢 辛苦是怎样呢 会猛烧 会牢躁 伤心啊 失望啊 但是你越轻散呢 就越享受的 阿里路亚 你可以选择活得好像耶稣 或者天使 或者选择好像 很惨的人 你想做哪种啊 好像天使那样 哈利路亚 那问题就是 人和环境 是不是一定好的呢 不是啊 就是人和环境都不好 我依然好像天使一样 为什么呢 就是 因为神会帮我嘛 那人对我不好 为什么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一词一词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有意思是帮助我 我 我哪一句怕 人能把我 集魔药呢 不要紧 他怎么看我 有意思是 他看完我今次 我就整个融化了 乖乖乖乖乖乖乖 哎呀呀呀呀 中箭了 所以中箭了 不用的 可以很轻松 无所谓 当你这样的时候 这个是下一点 就是 你的生命最重要 这个是最后一个 就是说 我不是說下一段 你想這樣侍奉 是不是生命更重要 其實是可以的 其中一個生命 不要這麼看人不好 多點看人的好 感謝神 一起說 感謝神 我為你感謝神 我為你感謝神 Hallelujah 人有沒有不好 你要找不好多不多 很多 你經常找到黑 找完之後會有什麼後果 很慘 需不需要這樣做 不需要 為什麼要找人的不好 他有不好 我幫他 但是我不用整天想著他不好 我幫到多少就多少 這個很重要 我幫到多少就多少 一起說 我幫到多少就多少 你是否急著他會快點 會不會 不會的 不用急著 你有耐性 有愛心 始終他會改變 不需要定人的罪 不需要批判人 我們一起祈禱 耶穌幫助我們 耶穌求你跟我們一起 幫助我們的生命改變 在裡面發出這種 神的聖靈的果子 心裡柔和 謙卑 平穩安靜 不被人影響 在神面前是謙卑的 祝福人的 是願意付出代價 不算自己有什麼益處的 就是想祝福人 耶穌祝福 祝福使用我們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因為有神同在 當我們用靈祷告 什麽用靈祷告 我們的生命就會改變 我們感謝天父 當我們經歷世年 真的有很多人生命就改變 感謝天父 當我們經歷世年 整個人就可以改變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榮耀重贊归美主 感謝耶穌 一起開聲說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神祢的改变真的很奇妙 感谢天父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里路亚 心里不会觉得容易一些 其实是难的 阿尔路亚